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坦雅胡紧急回国 周一还前往现场去视察 强调将会做出严厉的回应 纳坦雅胡对这场可怕的杀戮事件感到震惊 强调不会放过 一定会给出严厉的回应 以色列政府正在寻求范围有限但强力的行动 只不过应该是不会挑起全面的战争 目前美国以及正在举行奥运的法国都在积极协商 外交斡旋 希望能够阻止以色列为了报复攻击 黎巴南的首都贝鲁特 而现在汉沙航空在内多间航空公司也宣布 周一周二飞往贝鲁特的航班现在是全数取消 再来带您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不到100天了 双方阵营现在加大攻击力道 绝不过贺锦丽罕见不攻击川普反而是狂打他的副首范斯 说他是最糟糕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而根据一份CNN最新的民调显示 范斯他在自己的家乡地区举步维艰 不支持度已经来到了44%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不到100日 共和党也释出最新宣传片 川普再次端出枪击案画面 呼吁要团结美国 共和党民主党双方阵营进入最后冲刺 但贺锦丽现在攻击的对象竟然不是川普 反而是对他的副首范斯下手 根据CNN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范斯连在家乡中西部俄亥俄州地区 支持度只有28% 不支持度达到44% 也成为该区域过去44年以来 最不受欢迎的非在位副总统参选人 让原本希望利用他的在地背景 提振大选绅士的共和党开始担忧 范斯还被录道 私下向金主抱怨 民主党临阵换将是耍阴招 似乎承认贺锦丽不好打 而且本来就因为 武海养猫女的言论深陷风波 如今这号人物跳出来所爆的料 恐怕只会让选情更加棘手 但万万没想到 这位曾经不喜欢川普 而且支持LGBTQ的范斯 被昔日好友指控是一只变色龙 尽管如此 川普和佩对贺锦丽的攻击没有停过 贺锦丽则是用一句话汇敬他们 而持续带您要来关注的是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日前接收蓬勃商业周刊的时候 不是讲到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应该要为美国防御付费 TVBS的国际评论员 余文奇专访川普执政时期的白宫国安会 前幕僚长葛雷 他认为台湾不用太过担心 前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成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与副手范斯合体肇事 两人寻求让美国再次伟大 外交政策守重美国利益 葛雷是川普执政时期的前白宫国安会 幕僚长接受TVBS国际评论员余文奇专访 分析若是川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情景 川普日前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 指使台湾拿走美国约100%的晶片生意 认为台湾应该要为美国防御付费 这句话该如何解读 and substantial security relationship to pay large amounts of their GDP toward defense if they want American support. And I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 and most of those who would likely serve i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ess Taiwan that obviously we have a huge interest in Taiwan's security and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ut you can't continue to ask the American people to undertake these types of obligations unless our partners are willing to put substantial resources into their own defense. 假使川普再次执政 川普政府2.0版 对台湾或中国的政策 会有什么不同 Donald Trump was aware of every argument in favor of supporting Taiwan and he made the decisions for why Taiwan was important to U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hy the relationship matters. So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nything that's changed since he left office the last time that would change his view. The reality is China has become more of a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Donald Trump left office. You look at its behavior towards Taiwan, its behavior towards the Philippines its behavior throughout the region you look at its economic behavior its coercive economic behavior the PRC is more of a threat to the global order than it was on January 20th, 2021. And so I think when President Trump takes office again, assuming he does I think what you'll see is a similar approach towards a threat that has only grown since he last sat in the Oval Office. 葛雷直言若是川普上任 其中一個挑戰是 在拜登領導三年半以來的政策 讓美國在應對中國威脅 走上錯誤方向 美國接下來將大量投資 軍事威嚇能力 以便使台海的軍事平衡 恢復對美國、台灣和盟友 更有利的狀態 TBS新聞綜合報導 五月份上任的賴政府 正筹備交出第一份 明年度的總預算 預估稅出就要逼近 三兆元創下新高 為了因應中共對台威脅 國防預算 還有含這個特別預算 以及特種基金 也將高達6300億元 不論是超低空對海飛行 還是大波度轉彎 中共東部戰區海軍航空兵 操演多項飛行訓練 大秀肌肉 弄得台海周邊不平靜 29號到30號 共14架次攻擊 9艘共箭擾台 其中7架攻擊 逾越台海中線 而為因應中共對台 侵褫威脅 賴政府首次編列預算 傳出國防預算 4600億元 若含特別預算 和特種基金 將高達6300億元 增幅5%創新高 但就在賴政府 準備交出 第一份總預算案之際 省技部同時也示警 政府財政長期來看 恐怕面臨壓力 因為去年蔡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出爐 債務6兆多億元 約佔GDP 27.66% 也推估未來5年 財政恐怕入不敷出 就被在野質疑 去年蔡政府告訴國人 炒徵稅收 要還稅漁民 普發現金6000 如今缺油市井 難道是在選舉買票 真的造成財政負擔 是因為預算太過腐爛 不但蔡政府 他編列特別預算 事實上現在的賴政府 也會有樣學樣 例如像前屆 七個前屆 他們就決定要一次編逐 這當然一定又會採取 特別預算 賴政府編列的預算 有沒有每筆 都花在刀口上 接下來立院開議 進入預算會期 想必蔡也肯定 盡打細算 TVB新闻高本力 劉育圈李宗哲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大陸籍漁船 今年二月 在金門外海吩咐 造成了對岸 兩名漁民身亡 歷經了五個多月的協商之後 兩岸終於在今天達成共識 雙方都各退一步 陸方不再堅稱是惡性撞船 而是血上突發碰撞 海委會也技巧性的 針對撞船的當下 沒有搜證錄影這件事情 來跟家屬道歉 10點03分 雙方代表陸續步入大廳 正義五個多月的金門翻船案 在最後的這一小時協商後 終於有解 今天協商順利達成共識 雙方善後協商 終於達成共識 這要歸功於兩岸 持續不斷的努力 希望台灣與官方面積極落實 計要條款 讓遇難者安心給家屬一個交代 那因為要配合陸方船班 雙方會抓緊時間 我們會積極落實協商共識 分開談話但立場很一致 最新能重啟協商也在於 雙方都各退一步 除我方態度從執法正當 轉為死者為大外 陸方也不再堅持是惡性撞船 共識書上寫下的是突發碰撞 而外船給罹難餘工一人 150萬人民幣的撫慰金 我方不願證實 而這場協商 我方似乎也給足陸方面子 像是預計9點的協商 海巡署副署長謝慶欽 提前20分鐘就在門口等陸方代表 10分鐘後陸方代表才出現 另外協商結束後 也尊重李超輝的意見 直接站在階梯上說明 開始前李超輝一個手勢 謝慶欽則往旁邊站去 另一頭在殯儀館海委會副主委 則針對事發當下沒錄影一事 再度說明 對於家屬所受的煎熬 海巡署願意再次公開表達 建議 雙方戶地橄欖枝 兩岸未來能否再更進一步 至少已有個開始 七日日新聞 花鑽森 陳怨婷 金門報導 而今天一起漁船反覆事件 今天上午兩岸代表協商之后 陸委會的副主委梁文傑也現身攻擊現場 跟陸方代表全州市的台港澳辦副主任李超輝同場 不過兩人全程零互動似乎要降低官方互動的政治色彩 結束協商 泉州市台港澳辦副主任李超輝抵達殯儀館 大約十分鐘後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也到場 梅出現在協商現場梁文傑出席攻擊和李超輝零互動 反倒是李超輝不斷看向梁文傑和旁人竊竊私語 隔著一條走到的距離梁文傑也轉頭望向李超輝 視線就是沒交集 明顯要降低官方對官方意味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就是要向家屬致意 然後對這段時間的這個一些相關的事情 我們就是讓他能夠圓滿的落幕 事件畢竟是不同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那個弧信吊客能夠儘快回來 那大金滿的事情 在陸方把相關程序進行完畢之後 也能夠儘快回來 志祭完仁就走 在強調主任目標就是圓滿落幕 並前一天話先說在前 主角是當事人對當事人 等於我方海巡署 陸方就是指罹難漁民的家屬 陸委會指示協助 不過代表賴政府上任後 開創為驚嚇海域問題的首次協商 說到層級地位 在公益現場陸方也必提官嫌 自己單位 竟將是紅十字會 主記者請就位 陪記者請就位 明明正在主記者位置的是李超輝 不過思議昌明時 只提竟將是紅十字會 似乎陸方已經事先交代 為了避免被解讀官方溝通 而公益現場也沒借陸方官嫌 致贈花欄 國防和陸方都技巧性 降低政治色彩 TVN是花冬社財源 天一新聞長報道 意大利總理美洛尼 29號到北京會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意大利總理辦公室說 美洛尼跟行進聘會晤的時候 討論了烏惡戰爭 跟中東的問題 甚至還談到了印太地區 日益緊張的局勢 梅洛尼就成長了中國 是應對全球緊張局勢的重要對話者 義中兩國必須要共同思考 怎麼樣保障穩定與和平 其實去年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之後 讓義中關係惡化 梅洛尼這一次也是希望修補兩國關係 習近平也配合不說一帶一路 改說失仇之路 那麼說兩國要秉持著失路的精神 發展雙邊關係 緊接著帶影來看到奧運焦點 台灣全級好手賴主恩相隔八年 再度站上奧運的舞台 7月30號凌晨在巴黎奧運的16強賽登場 遇到了年僅21歲的哈薩克小將烏魯 最終以2比賽落敗止步16強 而下一場將由全級女藏黃曉雯出戰54公斤級16強的賽事 將碰頭上了這個頭號的總子佩特羅娃 力拼八成文票 拿起勋略球來回拋送 每一拋都代表著挑戰五環殿堂的決心 兩山拳王賴主恩曾在杭州亞運拿下男子63.5公斤級銀牌 今年是他第二度整戰奧運 位列第二種子 手輪輪控後16強他面對哈薩克好手烏魯 教練賽前也透露兩人是首度交手 那這位選手他的主要攻勢就是積極強攻 那我們就是透過猶豫的戰術 然後再加上主恩的一個反應能力 然後來克制這位選手 16強開局兩人就陷入激戰 但由於賴主恩的攻勢相對保守 首回合就以2比3落後 隨後賴主恩進攻變得更加頻繁 對手仍是略勝一球 比賽剩下最後3分鐘 賴主恩把握機會 但是最後哈薩克小將 烏魯拿下2個30分 1個29分 賴主恩則是2個29分 以些微分差落敗直步16強 我國在拳擊賽事仍有5名選手可以爭奪獎牌 東京奧運54公斤級銅牌黃曉雯 7月30號將碰上保加利亞頭號種子佩特羅娃 同樣扣關16強的66公斤好手陳念琴 將遭遇大會第5種子 巴西選手桑托斯 另外位列57公斤級頭號種子 台灣前後林玉婷將在8月2日首次出賽 也盼自己拿出亮眼表現 至於吳施儀的8強對手 是來自厄瓜多的帕拉修斯 我國另一名拳擊男將甘加威 在首輪將遭遇美國選手瓊斯 兩人預計都將在7月31號登場 期許他們一路過關斬將拿下獎牌 而在巴黎奧運開幕式上面 日本的掌棋官之一 最美劍是江村美校 是日本高人期的運動員 這回也被認為是奪金的希望 只不過在16強賽當中 他意外的輸給了南韓選手 不幸出局 金髮馬尾的極劍運動員 是日本最美劍市江村美校 在個人軍刀32強賽 以15比14險勝烏克蘭選手克拉瓦茨卡 晉級16強 但是在16強爭奪戰中 對上大會第18種子選手 南韓的崔士兵 江村美校第一回合就落後 陷入苦戰 最終以7比15暴冷淘汰 無緣前進八強 江村美校 擔任開幕式日本進場的掌棋官 他一頭亮麗金髮 照看之下並不像日本人 雖然在上見攻進奧運直步八強 仍被看好奪金 更是日本這次最高人氣的運動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Emra美咲 今天我第一次在YouTube用電視 我一人在鏡頭上聊得慣慣 奧運前戲江村美校自拍YouTube 跟粉絲分享軍刀運動 他從小三開始練習極箭 不過最初主攻頓箭 後來因為參加一場以動畫 監獄兔拼圖為獎品的軍刀比賽後 開始改練軍刀 高中畢業後 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就讀 也是一名高才生運動員 2021年大學畢業之後 成為日本第一位極箭職業選手 去年奪下市井賽冠軍 江村美校出身極箭世家 軍刀項目是極箭運動中速度最快 通常以西方選手居多 江村美校雖然落敗 也已經遞奏日本極箭歷史 TV新聞綜合報導 而這屆的巴黎奧運 被大陸民眾寄予厚望的中國游泳隊 幾場賽事卻大爆冷門 包括了被封為蝶后的 張宇非只拿銅牌 號稱蝶王的秦海洋 在100公尺的蛙獅子決賽中 只有拿到第七名 大陸跳雪皇后高敏在微博上發文就說了 因為巴黎奧運太平凡的要件 才會影響中國游泳隊的表現 接受滿場觀眾歡呼 對照美國隊包辦金銀牌的喜悅 拿下銅牌的中國碟后張宇非 站在一旁 難掩內心落寞 上屆東京奧運 女子100米拿下銀牌的張宇非 本屆奪金失利 一度累撒頒獎會場 另一個抱冷門的 還有中國蛙王秦海洋 去年市井賽南瓜男子蛙市三面金牌的 秦海洋 在100公尺蛙市決賽 前半場領先的情況下 突然掉速 最後只拿下第七名 創下個人近三年最差成績 被大陸觀眾寄予厚望的中國游泳隊 在前面幾天賽事 表現嚴重失常 不過大陸跳水皇后高敏在微博上怒批 是因為一天七次的要件太過頻繁 才影響了中國隊備戰 但也有網友狂酸 就是因為要減茶的鹽 才拿不到金牌 同樣錯失金牌的 還有中國男子體操代表隊 原本領先對手 結果在最後的單槓項目 出現嚴重失誤 最後被日本隊逆轉 只拿下銀牌 中國體操好手陳一斌 在比賽還沒結束前 以為我拿金牌 提前PO文慶祝 雖然陳一斌火速撤文道歉 但仍被大陸網友痛批 才贏半場就開香檳 這個行為也太白目了吧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巴黎愛運沙灘排球賽事 在艾菲爾鐵塔前的 戰陷廣場舉行 不少的觀眾遊客跟選手 都能在地標美景下 享受這場比賽 今年還邀來了奧運知名畫家 來為這沙灘排球畫圖留下紀錄 巴黎奧運沙灘排球比賽 女子組美國以2比0擊敗澳洲 小組賽保持領先 不過說到沙牌 另一大焦點是比賽場地 就為在艾菲爾鐵塔前的戰勝廣場 都來巴黎看奧運了 遊客當然不會放過艾菲爾鐵塔 拿起手機狂拍 甚至有人就為了鐵塔 進場看比賽 阿菲爾鐵塔的正下方 戰神廣場可以容納多達1萬3千名觀眾 半開放的場地 為的就是要讓更多人 深度體驗奧運在地畫 這回官方還請來 過去幾屆都現身奧運的知名畫家史彭斯 為艾菲爾鐵塔前的沙牌作畫 紀錄下歷史性的一刻 預計14天左右完成這幅畫 然而法國氣象預報指出 巴黎30號可能出現 攝氏35度以上高溫 首當其衝就是戶外比賽 包括艾菲爾鐵塔的沙牌 考驗運動員表現 T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奧運期間 全球關注這個 耗塵全世界最浪漫城市的巴黎 CNN主播就跟著當地人 一起搭上法國人最喜歡的 雪鐵龍古董車 不同角度來感受這 凱旋門跟艾菲爾鐵塔 或許沒有去過巴黎 但對香榭麗蛇大道 應該都耳熟能詳 來到這個浪漫的城市 當地人推薦 跳上法國人 鍾愛超過半世紀的老雪伯龍 沿著香榭麗蛇大道往前走 或是繞著凱旋門開一圈 立刻就能感受到法國人 不那麼浪漫的一面 除了凱旋門 來到巴黎又怎麼能錯過 這個超級招牌的景點 艾菲爾鐵塔的頂端 還有一個全巴黎 最讓人嚮往的住處 是鐵塔設計師艾菲爾的住所 據說發明家艾迪生 也常常造訪這個特別的公寓 但現在最讓巴黎人驕傲的 是2019年因為一場大火 讓全世界感到心痛的巴黎生母院 在五年後準備浴火重生 華麗歸來 那你只能不能再建立 沒有 你確定嗎 我確定 你能夠再建立所有的東西嗎 是的 數千工匠齊心協力 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看著經歷大火去毫髮無傷的玫瑰花窗 還有管風旗 這些工程師每天都在目睹各種奇蹟 你現在在這裏 我們稱之為祀祀祀 但那裡的玫瑰花 那裡的玫瑰花 是的 這怎麼不會被破壞了 這是驚訝的 預計今年12月 巴黎聖母院的整修就能完工 趕在耶誕節之前 要讓悠揚的聖哥在聖母院當中回蕩 巴黎人口中的森林 又可以再次守護這個美好又浪漫的城市 區別新聞綜合報導 推動晶片跟硬體之外的AI研發 要讓更多的產品業者 可以方便使用深程式AI 那麼傳出由於輝達AI晶片供應吃景 原本上台積電預定生產的高階GPU的產能 現在轉網生產AI晶片造成了排擠效應 縮減幅度可能高達30%到50% 主要衝擊可能是RTX40系列 尤其是中高階以上的系列顯卡 可能會面臨嚴重短缺 台灣的板卡廠商有望受賄 輝達也在美國丹佛舉行的 頂級電腦繪圖大會 卻沒有因此提振股價 下跌了1.30%作收 而回答的執行長黃仁勳 在今年的電腦繪圖大會 跟Meta創辦人組刻薄對談 兩個人大聊AI的發展 最後還甚至互換外套 怎麼回事 會與他們去了解 我做了一件事 你做了嗎? 你做了嗎? - That one's Marks. Here we got a box back here. It's black and leather and shearling. Oh! I didn't make this, I just ordered it online. Hang on a second, hang on a second. It's a little chilly in here. I think I'll try this on.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天啊 我认为...这就是... 那是个感觉 你只需要... 是这个我? 我们会比...我认为... 我认为... 给这个人一个链子 Lori买了我一个新衣服 来祝福这个年纪的衣服 这就是一个新衣服 它是两个小时长的衣服 哇 所以我认为我们再次选择了 这一是你 我认为...这还值得更多 因为它是用的 可以看到祖克伯和黄仁勋 两个人是在美国Denvo 举办的顶级电脑绘图大会 Segraph上面有趣的互动 两人互相交换皮衣 还留下了珍贵合照 祖克伯说他是特别在网路上 买了这件皮衣要送给黄仁勋 而黄仁勋身上穿的是太太 才新买的皮衣 穿不到两个小时就送给祖克伯 事实上两人在今年3月27号 就曾经互换外套 现在又再玩一次 可以看出两人的好交情 事实上在这一场顶级电脑绘图大会上 灰达才发表了NVIDIA NIM平台完整版的一系列软体更新 黄仁勋和祖克伯也进行了 约一小时的对谈大聊AI的运用 黄仁勋还开玩笑说 如果他早知道需要这么多年才能成功 他应该就会像祖克伯一样辍学创业 他还当面亏祖克伯太晚才来买灰达的GPU 两人对谈是笑声不断 香港的运动员这一次在巴黎奥运里面 顺利为免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的张家朗 来自香港被封为香港健神身高193公分的他 站在颁奖台上格外受人瞩目 香港有商场晚间七点后转播比赛实况 吸引大批民众观赛 张家朗顺利晋级四强的那一刻 将现场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张家朗在决赛中对上意大利选手 战况拉锯气氛相当紧绷 幸好张家朗积极反攻抢分 最后以一分之差顺利未免金牌 虽然时间是香港的半夜 但仍有观众守在大萤幕前 幸运见证香港荣耀的一刻 张家朗再次夺金 是68年来第一位未免男子花剑的选手 港媒介绍 其实张家朗的父母都是篮球员 在耳濡目染下 张家朗最先接触篮球 到了十岁才开始练剑 两样运动项目都表现出色 现在有尖沙嘴的酒吧 看准这股极箭热潮 引进香港第一部极箭运动设备 要抢搭奥运商机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台湾的柔道男神杨勇伟 代表中华队参加巴黎奥运 男子60公斤级的赛事 不过却只强八部 现在有居民的编剧冯博帝 却拿杨勇伟的名字大开黄枪 遭到网友出征 现在他也在社群平台道歉了 准备 才在机场跟家人紧紧拥抱 台湾柔道男神杨勇伟 帅气征战202480奥运 虽然可惜吞下败仗直步八强 但是台湾的粉丝还是相当暖心 纷纷为他加油打气 不过有些人却开了超难笑地狱梗 在社群平台发文 杨勇伟没有勇直接变杨伟 玩个文字游戏而已 我爱台湾队 惹毛支持台湾队的民众 灌爆留言怒骂没水准 这位PO文者居然是知名编剧 哥 不好吗 拜托 这个世界已经够烂情了 世界就要改变 你老是爱来爱去的好不好 编剧冯博力的舞台作品 曾经四度获得台北文学奖 还有由邱泽主演的电影《江湖无难事》 也是出自冯博力之手 更是拿下台北电影节最佳编剧 只是这篇杨勇伟贴文不恰当被言上 也让他PO文两天后道歉 说自己非常瞎 难笑就是难笑对不起 但网友还是不买单 另外这位公众人物也遭言上 喜剧演员百灵谷发文 说看到杨勇伟哭很心疼 但却打错名字 还被揪出杨勇伟今年没哭 是上一次东京奥运才有哭 挨皮不做功课也不尊重 但政府总统有录制影片 替奥运选手加油 带来暖心之举 只希望台湾选手能够带来好消息 平安归国 TBH的女人正宁晚安综合报道 上一届东京奥运首度引进的滑板赛事 今年巴黎奥运女子滑板街头项目 日本两名选手包办了金银牌 年龄只有14跟15岁 预计8月6号上场的大陆滑板 扫葬年纪更少 今年只有11岁 神情专注跨过栏杆扶手 她就是今年巴黎奥运奪 奪下女子街头滑板项目金牌的 日本好手急责练 IG上满满苦练画面 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位滑板高手今年才14岁 4年前还是小学生 当时她还用着娃娃衣说着远大梦想 但这位小女娃真的不怕苦 曾整整失败跌倒158次 才完成高难度动作 日本再次在滑板赛事大方一踩 布着街头项目 拿下金牌 连银牌都由日本人包办 值得注意的是银牌选手赤尖领英 也年纪轻轻才15岁 但场上的表现丝毫不逊色 充分展现超越年龄的成熟抗压力 今年巴黎奥运滑板比赛年龄 显然成了最行话题 因为场上就出了好几位超年轻选手 像是澳洲的女将年纪更小 只有14岁 虽然最后无缘夺牌 但也拿下第8名 其次夺下同牌的巴西女将莉儿 同样也未成年 今年只有16岁 也就是说如果把本届女子 街头滑板赛中 金牌 银牌 铜牌三位选手年龄相加 总和也只有45岁 不过其余年纪更小的大有人在 这位讲话也是带点娃娃音的 是大陆滑板选手郑好好 他创下今年巴黎奥运会中 最小参赛年龄只有11岁 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是9岁 对9岁就是全运会的时候嘛 但是是全运会年龄最小的9岁 然后呢但是不紧张 就是觉得挺好玩的 他也即将在当地时间的8月6号 出站公园项目赛事 届时场上将出现宛如妇女般的 悬殊年龄差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 50岁英国大叔今年也继续来奥运挑战 虽然他保养得宜但也自嘲体力恢复上 确实不如年轻人 但年龄与能不能夺排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整体心态才是重点 事实上自从上届东京奥运首度引进滑板项目后 确实引领了一股学习热潮 在西班牙滑板场上经常能看到 年纪轻轻的小孩子 梦想长大后能当专业滑板选手 滑板教练坦言报名课程的人数大幅增加 其中女孩子对滑板运动兴趣也在上升当中 回顾上届东京奥运滑板项目12枚奖牌中 有8名是2000年以后出生 今年或许还会有机会打破平均年龄纪录 笔新闻组报道 而随着2024巴黎奥运登场 几肩而来的还有文化奥运 这一回有不少台湾歌手前进法国 当中就包含了原住民歌手阿豹 他带领了签名观众齐声勾喊 台湾两个字 戴着红色头巾全身上下充满原住民元素 看见他台湾人想必一定不陌生 不过这回歌手阿豹开唱地点却是法国 伴随2024巴黎奥运登场 文化奥运也在当地时间27号正式开幕 活动第二天现场涌入6000名观众 全场跟着阿豹一起齐声呼喊台湾 就是希望以一个就是有氧舞蹈团的 一个方式来让法国人或是自己的民族 很快可以进入我们的音乐 音乐没有国界之分 希望将这样的想法传递到法国人新州 另外这个团体也透过演奏 宣扬台式文化 以传统乐器却带着摇滚的方式 刷新大家的认知 乐团三个人也来到巴黎 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就是结合了台湾的民谣的元素 然后还有台湾族的鼓调 然后以及我们个人的生活风格的创作 都融合在我们这一次的演出里面 乐团用热情感染现场观众 演出激烈还一度刷断琴弦 而在台下更有法国人 穿着台湾国旗衣 来到这两天的活动中 我认为台湾在很多地方 非常感兴趣 我们在台北有长时间 因为我认为我们是法国家 共产党和台湾 我们要支持共产党 当然不止国旗 现场还有台湾国民小点心 各种口味的小泡芙 以及珍珠奶茶口味的冰棒 当地民众都抗拒不了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也让台湾文化与美食 成功宣扬国际 TVP的新闻罗商审社综合报导 韩籍啦啦队成员李多慧 日前飞回韩国烤机车驾照 成功之后第一次在台湾骑车上路 虽然因为不熟悉路 有点迷路她的把这个环岛当成目标的她 还是大喊就说自己很感动 因为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 骑上桥带着粉色安全帽稳稳前进 下坡也是直线骑好露出灿烂笑容 韩籍啦啦队女神李多慧正式骑着 在台湾上路 今天要乘机车驾照 要乘机车驾照吗 但是我还没关系 睡觉了 太累了 在前几个月回韩国三天 就为了扣驾照 李多慧的目标就是要能够 骑机车台湾环岛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认真扣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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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驾照感动到都哭了出来 现在回到台湾 7月17号正式尝试第一次骑行 看起来游刃有余 不是台湾人 事上她第一次上路 有点小小迷路 毕竟台湾的交通 真的要比韩国复杂许多 韩国的就没有机车 所以就基本上 已经第一个少了很多 就是可能会跟行人 撞在一起或抢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 韩国的算很即兴 但是他们看到人 他们会让 留学生就分享交通观察 认为台湾的交通不难懂 但是因为拥挤要格外小心 浩志登也要重新学 跟韩国都不太一样 只能说这次李多慧 凭借努力 终于可以自己骑车上路 离环岛之旅又迈进一步 TBH 女云者女文中的报道 饶舌歌手肯爷肯伊威斯特 就要来台湾了 8月25号 将在桃园体育场 举办演唱会 到时候也会打破 传统演唱会的形式 现在门票开麦的时间也公开 虚容带我们了解 美国饶舌歌手肯爷肯伊威斯特 出道多年 曾经制作多首经典名曲 成功改写嘻哈音乐的面貌 每每开唱 总是能吸引大批歌迷前往朝圣 可以说是场场爆满 而如今这股旋风 就要吹进台湾 8月25号肯伊威斯特 与他的音乐伙伴 Tai Dola Sign 将在桃园体育馆开唱 为桃园歌迷 带来有别于 传统演唱会形式的演出 日前肯爷受访时表示 光是开场 就会有特殊的光影效果 带领群众进入截然不同的表演 而这回也是肯爷首度来台演出 将带着妻子与大女儿同行 至于门票会在8月1号开卖 粉丝摩拳擦掌 就盼着能亲自见到这位传奇歌手 歡迎回到新闻现场 要带您看到台铁现在 想要扩大财务收入 所以宣布8月1号开始 要跟中华邮政合作了 他们要推定特定商品 增加销售的通路 可以在邮政的埃邮购上 购买扩大客群 而大陆电商平台淘宝 则是宣传8月开始 台湾人民可以享有 人民币99元的免运 新十支十付的保险上路 那么现在赴本理赔将不再被允许 而且理赔不能超过总医疗费用 新售保登必须依循着正本理赔 而且还要依循着损害填补原则 不过其实看看目前市面上 都还没有规定这些损失分摊的 十支十付险 受险工会跟保险业者 也正在积极研议共同分摊机制 医疗保险相关的商品 国内进来掀起一波保单停售潮 副本理赔绝机 新版十支十付险都采正本理赔 有民众就怕心智上路后 最多只能领回实际的医疗支出 但现在医疗费越来越昂贵 自费项目也变多了 担心保障额度和权益被限缩 那发现十支十付是不够的 那他建议我是用其他的中生医疗 来做cover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商品对我们来说 就是另外的造成一个蛮大的负担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 以前是可以付本理赔 但现在只剩正本理赔 以前可以 我可能可以一次住院 可以请两三次的保险金 但现在只 因为要损害填补原则 现在只能申请一间 就是正本的十支支付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 如果我真的发生状况 我需要治疗了 那现在我们科学一直进步 医疗费用也越来越贵 那现在如果要用到十万块 可是保障内容不一定 有十万块的保障 目前保险公司卖给保护的新保单 一律是正本理赔 但持有十支险旧保单的保护 也不用过度担心 因为新智不肃及既往 不过碍于多家受险公司 还在进行保单调整 原定七月上限十支十付险新智 延后到十月上路 新智取消一人最多只能买三张的 限制外 理赔财损害填补原则 若首家理赔金额不足 再找第二家第三家进行差额理赔 也就是花多少赔多少 不管你保几家 那你最多所有的保险公司 加总起来理赔的金额 应该就是要针对客人实际的花费 医疗花费来做补贴 对客户来说 如果要在家买到第二张医疗线 现阶段会是个空窗期 对那目前也延宁说十月份 就是保险公司必须要 算是开放民众可以买到第二张 甚至第三张正本理赔的医疗险 举例来说 假设保护有两张医疗险保单 在医院花费十五万元 若第一张保单理赔上限是十万元 第一家保险公司 就要开出不足额赔偿证明 由第二家保险公司 理赔剩余的五万元 但这样产生的问题是 谁要当第一家给予较高 理赔金的保险公司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因为 不晓得谁要做第一家 对 因为第一家原则上 会赔的比较多 那如果各家可以用平摊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保险公司的接受度 也会比较高吧 我觉得要明确一点 因为在于一个政策推出来 我觉得必须要有很多的解套方式 它的政策是要一个很完整 而不是直接推出一个说 我要改制变成 限定大家只能正本立配 对保护来说 能买几张已经不重要 额度才是重点 但政策在走 相关配套措施却还在研溢 保险专家指出 政府改制为了要避免民众 把十支十负医疗线 当作赚钱工具 不过政策频繁变更 导致市场上保险产品规范不一 让民众感到无所适从 政策稳定性不足 会增加保护的行政负担 搞不好三年以后又可以改成 又可以买很多家 又可以付本利赔 那这样的话 在这个中间所购买的这些民众 要收据正本的这些民众 他有可能又心里头 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公平的 一个想法 我从此三十年的这个经验 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那不晓得老百姓该怎么办 使之使妇正本理赔 虽然提升保险理赔的透明度 和公平性 避免产生靠生病赚钱的道德风险 但在没有新的替代性 或转型商品出来之前 大家都需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 TPBS新闻 张志明 刘立成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韦佳琪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